你自己看哪个环节 其实观众对他们两个人的面孔并不是太熟悉 那首先就是说 看到中国这种中间力量 包括新生力量的这种冲击力 我觉得这是观众比较可喜的 也愿意看到的 包括他们的技术球风来讲 就是目子相对来说比较先进 也比较男子化一点 也就是说观众有可能看到的时候 还是觉得他的这种风格还是非常喜悦 包括文家是一个左手答法 我觉得这些都是观众需要能看到的 也是那种就是给观众一些新鲜的东西 要不然的话老师那些主意在屏幕上 有的时候观众也觉得乒乓队 好像没有一些新生力量 我觉得对他们俩来讲 这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舞台 明白 你说如果说前三板过去以后 全身相持 你觉得谁实力强一点 其实真的过到前三板 过完以后 我觉得还是相对文家的能力要强一些 因为这个目子是以前三板的书莽 包括主动进攻来组成的 所以就是说真的就是耗到最后打到相持的时候 也许文家会上风 那能不能这么说 就是说对目子来讲 他的指导思想就力争速战速度 不能够更多的去打 一比三 对对对 你看就像现在这样子 基本上就是在三板之内解决 我觉得是他最主要最得分的东西 嗯 好 现在卡上比分是一比三 文家落后 多二比三 两比三 gone 二比三 伯彥 你看北京队 其实那时候从秋农会装动之后 加上张亦颖你们这一批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 但是你看他们现在在场上 他们俩都是辽宁的 那么辽宁队出的人也非常多了 但他现在墓子代表的是八一队 因为八一队墓子也很少离开了辽宁 家乡 然后以后就参加了 就是相当于是陆武了 是的 到了军队 冲 很早就走了 就走了 对 辽宁是一个非常出兵 没有人才的一个地方 对 特别是安山 安山更多 安山更多 就现役的 现在在打球了 在主力层就有像马龙 完了以后刘诗文就算辽宁的了 在安山的 李小霞 李小霞一个 郭岳 郭岳一个 现在包括底下的这些 非常多 张超 很多都是 你看李小霞也是很小的走的 对 都是很小就出去了 刘诗文你看都是一样的去广东 或者是到各个省市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特别感谢 像辽宁 像北京 像四川 都是培养出了很多优秀运动员 包括上海 都是中国平方球 培养出很多运动员 对 包括我们所在的江苏 也是包括蔡志导 蔡正华 很多优秀的拳手 包括我们镇江 就有三位世界冠军 实际里面说是四位 包括张谢霖 他虽然是上海 但他是镇江人 他算四位冠军 然后像范英 范英是吧 像乌娜 秦志简 你看亚洲冠军呢 有续飞 包括陈晴 对 江苏也是非常出人才的 漂亮 我看从旋转上好像是 这个文家的旋转要强一些 因为牧子它是一个特殊打法 它是一个反手胸胶的打法 那现在我觉得 我这次看牧子比赛 觉得他进步很大的地方 还是从他相持的能力 包括防守能力上 比以前进步了很多 所以就是说现在 相对来说 加上他的特点 嗯 他跟这些主力 包括现在能站 在这个国家队的位置 能站得非常稳 嗯 而且像你们这一批 他一退 等一会儿这个节目结束以后 还有你一个整个 11个人的一个退仪式 对 那像曹真也退了 那么这时候呢 我看这个就是这个生交 就牧子可能就更独特了 独特了 冲 冲 115 今天两个人进入状态 还是比较快的 一上来这球打的也好看 对 其实他们两个 今年都25岁了 25岁了 所以说为什么 他们两个是中间层的 已经不是说新生代了 因为现在就是我们国家队 新生代都已经在是 朱玉玲啊 陈梦啊 94 95年的选手 没错 现在作为新生代 嗯 他们两个在进国家队的时间 已经不短了 嗯 可以说也是大气晚成 对 在18 9 20那个时候没打出来 对 嗯 嗯 出 好的 6比10 现在场上比分6比10 文家落后 文家的老家是辽宁丹东 牧子的老家是辽宁府顺 好好球 直线 啊 这样呢 牧子在第一局比赛中就与积极独动 11比6 取得了第一局的胜利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给大家这首比赛 为梦想加油 为荣誉喝彩 新色梦想 红色传奇 加多宝 邀您共赏 激情时刻 2月2 抬头 2014中华龙州大赛 康年首战 将再度在海南万宁打响 来自全国的战队整装待罚 齐集于此 为了自己的荣誉和梦想 再度吹响进攻的号角 中华龙州大赛 2014年3月1日2日 海南万宁站 2月1日 一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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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手抹住 可以 我记得还要弄 大的 把压述的 中间这些手 一定要记住 拨打 一旁边 互助 一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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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局比赛 慕子发球 0比0 观众朋友第二局比赛开始 首先是慕子发球 在第一局比赛中的慕子先胜 过来 0比1 郭彦你看这个在第一局 慕子主要赢 或者说文家输 输在什么地方 其实像赛前我们分析的一样 慕子的前三板是非常有优势的 这场比赛他不但发挥了 自己的前三板优势 在相持中他并不是很下风 其实很多球都是相持赢 所以就是说文家 第一局显得比较被动 你看这种多板的相持 他并没有赢到慕子 所以就是说相对来说 第一局从比分上来讲 慕子的大比分在领先 甚至于最后赢 我觉得就是说 慕子相对第一局准备了 包括他现在的整体能力 还发挥得非常好 1比2 慕子你这个跟慕子也打过 跟曹真他们也打 你觉得这个升胶拨过来的球 难受在什么地方 升胶第一是四度快 第二旋转 相对来说球比较沉 因为他从通过这个胶粒的 这个击球的这个部位 他会产生一些 这个旋转上的变化 相对来说 他威胁最大的 其实就是他的速度 速度特别快 这样的话 两边反胶的话 相对跟他比赛的时候 应该每一拍都需要摩擦 因为你如果就是按照反胶 那么速度 很容易下往 所以相对来说 慕子现在把这个升胶 发挥的已经是比较连力见致 所以你看牧泽好像我感觉 他像昨天比赛的时候 他稍微一退就完了 对 反手不能退 必须赢得前头 赢得前头 对 所以他这种打法 对心理素质 包括他临场的这种发挥 包括他整个承受能力 是要求很高的 招来 三比三 还是是不是显得点急了 对 反手不能太急 对 不然你看他们两个 你那是我记得是 开始也是成绩 好像老是 就是要突破 要突破 老突破不了 直到2006年 我记得是战胜了张一宁 对 拿到了第一个世界杯冠军 对 那时候我感觉 你这个心气 一下就不一样了 对 那作为他们来讲 可能也要走那一关 对 是吧 但是这个你觉得 这个最难跨的这一切 要求怎么样做 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呢 他从就是说 同年龄的人 他要脱游而出 这是最主要的 因为他们进到国家队以后 其实打的都是他们从小 从从恨不得 从少年比赛开始 就是那些队手 积累 积累 完了选拔选拔 筛选筛选 逐步到了最后的这个国家一队 甚至于冲击层 主力层 包括中间层 那作为他们来讲 现在最突破的一个是自己的这种自信心 通过一些比赛 就像木子这样 他如果说他在选拔下 能不能进到决赛 甚至于说最后真能选拔上了 也许 就对他来讲 就已经卖过一个最重要的关卡 没错 对吧 就是那你 你既然其实说 对中国人来讲 就是你 你如果可以参加这个世界键标赛 你的世界键标赛冠军的概率 就在95%以上 没错 就是世界冠军了 对 说白了世界冠军 对 我觉得你说这个非常重要 其实人的这个自信 并不是教练说 你要有自信 你一定要有 不是让你有这个 你必须得赢筹 对 就是不断的胜利以后 积累自己这种自信 完了以后 从中你找到一些自己的一些得分 包括一些特长 这样你就会能更自信 其实在他们这种竞争中 就是看他们这个 从平时的训练的科普程度 这是最主要的 完了包括他们的用心程度 包括他们在场上 场下的一些用心程度 其实都能体现出一个运动员 就是说到了最后 能不能成为一个世界冠军 甚至于对他自己的一种突破的 最重要的地方 因为你平时不努力 或者不用心 你的自信就不可能强 对 对吧 对 因为就是说到了国家队这个水平了 他又已经不能再分 谁是非常有天分的 这20个人 其实在一队的这20个人 都是非常有天分的 没错 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郭燕 他今天在比赛之后 还将有一个退一式 一共11个运动员 他是其中之一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请他来这个帮助我们讲解 拿他的现身说法 我觉得这样就非常的生动 希望郭燕能给我们讲一些 观众更想知道的一些东西 现在场上比分是8比4 木子在第一局先胜了以后 第二局又以8比4领先 看来今天他的势头 非常猛 很猛的 在另外一个半决赛是刘士文和丁宁 这个胜者 无论是丁宁是刘士文 就是他们两个谁赢了 要想过那一关 都是比较困难 对 漂亮 其实他们两个谁赢了 我觉得到决赛的时候 过的并不是一个丁宁刘士文的这关 首先他们应该过一个自己的第一关 因为他们丁宁刘士文已经是世界冠军 其实他们来参加这个选拔赛 作为他们是主力来讲 其实他们就是把自己的技战术 和自己的作风展现出来 包括这种球风展现出来 但他们来讲就是去争取第一次 有两个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作为他们两个主力来讲 还是捍卫这个位置 那作为他们中间层来讲 其实说白了还是冲击 现在慕子是已经到了局点 六个局点 这局要想返回很难了 五 五十 慕子当时是在路斯坦市平赛的时候 我记得选拔赛第二战 就四比二暴冷战胜李小霞赌的冠军 对 那次就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样慕子就以十一比五 取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 郭燕你觉得第二局这个慕子的胜利 和第一局是不是基本上没什么太大变化 没什么太大变化 对 就是说我觉得首先第二局上来文家没有太大的变化 其实跟第一局的战术是完全一样的 完了慕子呢就是说第一局赢了以后他更自信以后 第二局他因为文家没有任何的变化从战术上 也没有什么技术可以突破慕子 所以他越打越自信 那第二局相对我觉得比第一局慕子更流畅一些 对 现在就说有些球你放下来 你不要冲出来 带你点冲 然后呢你感觉他人下去了以后 然后你再拉出轻的来 因为他现在人家都抬起来 你只能太逼了 太短了 先把他冲一下 然后再有点短 还有就是说你正手一定要有斜线 不要老拉两条斜线 你确实拉不死 实在不行 你正手一定要往的中心拉 或者是拐头他打脚 这么正常拉这个组就不行了 要不然就拉直线 地理也拉直线 好 没有问题 好 一定是定 你先就多打对自己两个没有关系 运动员去比赛 去一定要定住 郭燕 你看我们这个电视转播也是不断的在想办法 正好呢前两天 这个薛哲辉导演一块在聊的时候就说 把这个教练的声音给他放 这样你觉得你听了这个你有什么感受 因为其实每一个运动员他有自己的主管教练 你看现在包括文家是这个刘主导 完了包括木子是李逊教练 他们场下 其实我觉得坐在场下看球的人是非常清楚的 是旁观者清嘛 他们也是非常了解自己的队员 包括之前的赛前准备 所以就是说在每一局的间歇的时候 如果他们能给队员一些及时的调整 我觉得队员有可能在场上会有一些变化 就像刚才刘主导说的 让文家这个反手撕出去 包括抽出去 其实他也在比赛尽量做 但真的是说能不能起到效果 做到那还是看运动员本身 没错 而且我看观众听了以后 他也觉得原来很神秘 不知道跟你说什么 对对对 你看那明显的木子快 谁快了就文家就来不及 老感觉是仓促的应付 就顾不着 这可能是不是就是这个 刚才刘主强教练说的 冲出去的这个原因 就是说你冲出去它就快不了 加在相持版本 加在前三版本 就是它一清水 或者你一板挖 你行成相持以后 它真正行成相持以后 你如果没有特别主动 你的主动来源于前三版本 发动 好 咱们好 郭燕来这个镇江也很多次了吧 对 你对这有什么印象 我来镇江其实好像并不是太多 但是也来过 对镇江我觉得因为那南方的小城市 都是非常好的 真心 包括经济的发展 包括人民那种爱体育的这种精神 包括爱看喜欢看平方 我觉得今天现场也来了很多观众 是的 对所以我每次来到江苏 我都觉得确实 给我的感觉非常好 而且我刚才来的时候 路上碰到一个人跟我一块走 是后来一问的 是上海虹桥机场的 叫陈建伟 他说他们几个约好了 他是看谁 就追许新 喜欢王立琴 听说王立琴要退役 今天有一仪式 许新要比赛 所以专门从上海坐高铁 说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到了以后来看主赛 然后来这走到 他这个镇江产业文化中心 正好买票是没有 然后就找这个产业文化 说领导在不在 最后他这个看重经理 见了以后 说行了 你们这票我都解决了 给你们八三天的票 所以非常高兴 刚才也跟我一块走 一边走 后来我说像你们这样的人多不多 他说呀挺多的 就是我们好多朋友都想来 现在这高铁也挺多的 对比较方便 一多小时就到了 到了 四五二 刚才你那个说了一句很重要 就是说你想到的事 你能不能做出来 对 是不是这个第一个是胆子有什么不行 一个是胆量 完了还有一个 其实先决条件是看你有没有这个技术能力 这是最主要的 其次才能看出来你确实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能力以后 你才能谈及到你是不是有胆量去做这个 有些运动员其实交代说了也知道临场会必须要这么打 但是呢临场的这种战术呢 队员不去贯彻有两种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两种 一种就是技术 他真的就做不到这个让他去贯彻这个战术的能力 还一种就是他确实心理上他有点胆量不够 就比如说让他摆短他摆不短 他就是没这技术 你让他摆他确实摆不短 经常会出现这种 但是有的人有这个技术是不是胆量又豁不出去 对有些人是这样 尤其是他很多特长技术 真的到说到比赛了 他反倒打不出来 这些就是能体现出一个人的这种胆量 包括气魄 包括这种思维方式上还是偏保守 现在3比6 作为文家已经没有退路了 因为在前两局已经是0比2落后 对 今天这个木子是真够玩命的 对 拼命地往回够 就来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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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宴像这种情况下 比如前两局赢了 第三局又领先 这时候是不是会产生有时候保守 对会产生保守的 或者包括就是比较心急 为什么呢 因为他马上面临胜利了 他就是容易 就是把这个 就是整个的思维 偏向这个最后结果 他就不太去想求了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就是偏保守 我看慕子现在整体来说 还是比较正常 看文家能不能给他 施加的一个压力 能到达他有一些想法的 这种压力 5比8 他们两个在第一次的选拔赛中 一个是打第4 就是木子 一个是打第6 应该说两个人的能力 还是都是比较强的 一个是9胜4负 就是木子 然后呢 文家是7胜6负 其实木子在第一次大循环中 他就已经是非常突出了 他8场连胜 8比6 文家最成功的就是2008年 全国锦雕赛 一路战胜高手 最后拿到冠军 9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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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木子好像这爆发力数 比文家要好一些 对 对 这文家这个整个比赛 他没有太坚定自己的战术 嗯 他还是想利用这种节奏啊 包括他这种旋转啊 来控制对方 但确实这个今天木子 打得非常好 嗯 他也不是非常怕这个文家这个节奏 其实中间有几个赢的球 还是文家顶着前面那几个球 是打得非常好 嗯 看来现在这个状态要想反回来很困难了 很困难 木子施加一定压力以后 看木子心里上有没有什么起伏 这就是我所讲的已经快马上面临接近要胜利的时候 木子的心态会不会有点起伏 嗯 所以我觉得作为理智来讲 嗯 他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教练 在10比6领先的时候 木子就输一个球 他马上就叫展厅 嗯 他说明就是说看得出来木子现在这个人的气已经有点 洒了 有点就是网上提的太多了 太兴奋了 太兴奋了 就让压一压 我觉得这是教练他非常有经验 嗯 就是有前瞻性 前瞻性 看了很多大赛了 那现在场上比分是10比6了 10比7 10比7 这场比赛之后呢 将是马龙对樊振东的半决赛 对啊 11比7 木子 啊 这样木子就取得这样胜利 木子3比0获胜 呃 国雅你觉得这场球是不是主啊 就刚才你讲的就是 这个文家的变化还显得不够 对 他相对单一 嗯 所以说就是说包括木子的现在整体的实力 他们还是低估了他 哦 就是因为他也是 之前一直从二队 嗯 才打上来 没错 因为木子前一段有一些周折 他从一队打到二队 在二队待了一年多 就搬回来了 好的 好的 啊 稍后呢我们听一听木子的现场说法啊 我们稍后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